永续新公民 市长陈其迈应邀出席日月光高雄厂举办的永续新公民行动绿生活启动仪式 并颁发环保永续贡献奖 陈其迈表示日月光在环境永续发展及企业社会责任上 都是领导性的指标厂商 期许能够持续进进企业的绿色行动力 今天最主要是来参加我们日月光 包括相关的他们对于魔幻劳工的表扬 那第二个也是要肯定日月光在这几年 包括获得7件道充永续指标的最高分的奖项 以及有28项在不管是环保署或者是行政永续会 以及国发会等等各项在环保永续的 这个奖项的一个肯定 陈其迈提到目前正在推动进临转型条例中 中药的关键是希望企业能够以大代小 在半导体产业中日月光是中药的龙头之一 期待能够担任落实企业责任及维护环境永续的领头角色 那我们高雄市也针对了未来在推动2050进临探牌 以及相关的这个绿色经济等等这些各项的这个指标 对于不管是环境教育或者是永续发展 以及在对于进临排放的技术的研发 包括学校社区公民团体 那以及企业来进行这个评选 也希望说能够一方面来鼓励我们的企业 在整个金银转型跟数位转型的过程里面 也能够落实ESG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各项的这种指标 陈其迈肯定日月光在环境永续的表现 除了社会大众赞赏也得到多项国家指标的肯定 落实ESG的责任 不管是节能减碳或整体能源使用上 都对高雄的企业有非常良好的示范作用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